把刚刚的讯质1复制一个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改名称叫VBA 就是多一个工作表 那也许一样的资料 但是我们可以 不一定要用那么复杂的方法 也许我们可以加上精简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比如自动化的动作 那可能会需要什么 可能会需要 一我要怎么样可以让 这个地方直接输入 那直接输入的部分的话 大概两种方法 第一是直接输入公式 输入结果 我怎么办点这两个好像结果一模一样 那油热放在这里就知道这是公式 清楚 这个话里面是空的 这个是公式 那请可以试一下 这里面如果我希望输入公式的话 刚才讲过吗 两个原则 第一个你要先跑回来 如果I 也许等于第二页到最下面一页 ok 那前面写过 如果最好自己分头一下 该记的还是要记的 这个没办法固定的东西 这些都有 从I等于二到最下面 最下面的叙述 刚刚有读过 看这两项也识了 里面的话就是输出到哪一页 输出到 B 所以这又是高虎I 到点B等于什么 刚刚的公式贴上 但贴上的话你要记得两个原则 前面才刚讲过 第一个 如果你的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你要把它变两个 第二个 如果里面有列号 比如说A2 A2 A2 这边总共会有三个2 4个2 A2有4个 那你要把这4个怎么样 来把它改成 A1 OK 其实当然 你改完以后 把它切切切切切切就好了 然后前提到 就是这两个原则 改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一键就完成了输出公式的结果 OK 这程式就写完了 这样的话你要想说 在BdA里面 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以用来取代换函数 因为换函数是寻找函数 在BdA里面它比较坏 它又叫另外一个名乘 然后 如果有错误 诶那怎么办 不输出 这个逻辑要该怎么写 所以这个当然如果你要 没有写DBA的经验可能不够的话 那你当然有问题 没关系 至少你可以有第一刀输出公式 没得清楚 第二个当然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真的我们要用输出公式 我都利用VBA 我重新再试过 里面的话就是把贩函数改成VBA的寻找函数 不过VBA的寻找函数 它另外有在IOSD Instery的函数 它可以帮我去真的 在这个什么 寻找尺寸里面 我要的那尺寸到底存在 但是它的固執不太一样 它找到的话 会是跟你讲哪一位置 跟卖一样 但是找不到 VBA是回传的起VBA有错误 可是那个Instery栏数 它会如果找不到 它会返还一个 就是找不到 0代表找不到 有涨到的话 它回传它会返回一次 所以这个是它的差异 另外呢 放弹数 第一个是找钱瓜子 第二个是在哪边找 第三个是从第几个字 然后Instery栏口 三个完全顺序进导 电脑多 它是先找哪个字开始 在找在哪边找 在找手的东西 刚好跟卖一号参数电脑 所以如果你有这概念的话 后面用VBA来一起的话 研究会比较简单一点 OK 那这个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当中那个 VBA那部分 再用那个 就是 刚刚类似的 就两个 参数以后 变两个 列号 变两个 好 我试一下 要如何输出 那我讲过这个第一个 你要先 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是 VBA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前面都会写过 这一点 然后输出到 B栏里面 所以写法上面 基本上是这边 这个写完 在这里 这样给各位看一下 那输出到的公式在这一串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重新再做过 里面其实只要给两个双尾套 那再把公式贴上来 贴到这个里面 刚刚有提到 那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一个双尾套变两个 那刚刚的公式 这边 这个 这一串 如果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复制之后 如果你直接贴到 这个后面的话 它因为双尾套太多了 所以 你要改很多次 而且很容易漏掉 所以我建议 你如果要贴上之前 像我的习惯是先贴到祭祀本 祭祀本呢 有个好处 就是呢 如果里面有很多个双尾套 你要慢慢取代 很麻烦 对 所以你合个简单的方法 不如你用取代算 取代什么呢 一个 取代成两个 对不对 特别是要 只要按一下全部取代 按一下就好 你不要按两下 按两下的话 变成两个变四个 按一下就好了 全部取代 好 这样完工的 这样我觉得 我的心得是 又快又不会错 因为我刚以前是自己慢慢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改 甚至还会改错 可见得真的用 怎么讲 用人 眼睛 去改 一定还是有错误的可能 但是用取代我发现 这招还蛮好的 为什么因为后来都没有发生过取代失败的问题 OK 完全是正确 第二个的话 把你的二 改成I 那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 如果你忘了怎么做 就双一号双一号 遇到中间 就先选取二吧 然后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打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就把and前后呢 再加一个空白 然后呢 把双一号跟双一号这个东西 头跟尾啊 复制一下 那因为后面还有三个 直接看到二 把它盖过去 看到二 把它盖过去 看到二 把它盖过去 好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有的时候其实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工具来帮你先写好 你需要的程式 再贴上去 这样子错误率也比较低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反正就是知道有什么 不见得一定要 很辛苦的在写程式 有没有看你比较简单的方法 又不容易错 那就好方法 OK 那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双一号跟双一号中间 贴上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试一下 看有没有OK 应该也 我看一下 清楚 输出 看一下 没有问题 二三四五 六 OK 它这个 就正确输出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遇到 那个资料 那个 输出的那个部分 你VBA不会写 反正至少还有一招 再怎么样 按按钮也是可以输出 基本上至少感觉还有一点专业的 OK 所以之前我是听同学 就是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 别人都有按钮 他都没有按钮 所以他会觉得 奇怪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可以做出这些东西 那当然 这个其实并不是太复杂太困难的东西 然后 再来第二个 刚刚这个方法是 只是纯粹把你写好的公式做输出而已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它变成VBA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转换 那转换里面有几个重点 就是find怎么转 那mid其实不用转 mid因为刚好VBA名称一模一样 所以mid不用转 那第三个if air 他没有刚好是if air 不过你可以借由逻辑判断 如果找不到的话 对 如果找不到是insdr回来是零的话 那表示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就跳过 就不要去做什么呢 做那个输出的动作 反正就让它保持空白 那程式该如何赚起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有些部分呢 前面有写过的我就不赘述了 所以你们这个部分 像加按钮 我想前面有讲过自己再加一下 那第一个一样是插入一个sub 这个sub的话呢 它的名称 我把它取名称叫做刮狐四串 那一样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写 然后呢 我这边增加了两个变数 一个是a 一个是b 不过特别主要这个a跟前面那个a有没有 你用过那个阵列的那个a不一样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a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钱瓜阿虎的位置 那钱瓜阿虎的位置 我们在那个sale里面是用fine函数 可是在vbs是换了一个instr 然后它的顺序刚好颠倒 所以前面本来是放钱瓜阿虎的 你把它放到后面去 去哪边找呢 去a 栏里面的这个i列里面去找 好 查查看有没有 那我讲过 如果有找到 它会告诉我在哪里 找不到的话呢 会是零 那b也是一样 b其实就是把a负字贴过来 改后面这个后瓜 本来a是找钱瓜阿虎 b是找后瓜阿虎 其他都一样 那如果说呢 有找到的话 那它应该就不是零 所以不是零的话呢 你会把它一负 逻辑哦 A不等于零 你知道 意思就是说 有找到 不等于零 这个是不等于哦 不等于零 意思是说 A是有找到 表示有找到钱瓜阿虎 有找到 才会去做什么 中间这个 这个事情 那你想说 那如果没找到的话 本来应该前面角度是多一个else 对不对 那不过你会发现 我这边没有else 为什么没有else 因为找不到我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不要输出嘛 那所以如果不输出 那你就跳过就好了 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特别之后 不是所有逻辑判断 都一定要else else else是两重的 如果没有else 那一重 一重逻辑 就是如果 他找不到 这个是找不到 A不等于零的话 那就没有else就好了 OK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反正你多做熟了之后 大概就知道 另外呢 你想说 老师那 你为什么只有判断钱瓜阿虎 那也有可能 找不到后瓜阿虎 不过 其实理论上应该后面加一个 偶尔 A不等于零 或 A不等于零 或B不等于零 应该比较OK 不过因为我也是偷懒 OK 因为我想说 既然找不到钱瓜阿虎 怎么可能会找到后瓜阿虎 理论上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这边的逻辑是 有些人为什么会省略 那就是 你写的过程只要是符合 实际上的情况 但是多写跟不写之间呢 如果其实都没有差别的话 那我就少写 我的钱 我前个跟各位讲 我的城市是越 城市越少越好 OK 那 如果你要写也可以 好 那这样的话它就怎么样 把后面的东西切割 有没有发现Mid 切割完之后放哪里 放哪里写在前面 写在 放在B栏 对不对 Salesi 到点B栏里面 就是把它放在哪里 也放在这个前面这边B栏 放什么东西呢 放Mid A栏里面的 A加1 A指的是什么 找到钱瓜阿虎的位置 加1 很熟悉 B 减到A 有没有 就是后瓜阿虎的位置 减掉钱瓜阿虎 再减1 有没有 这个不就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逻辑一模一样 OK 然后就把资料写过去 如果 那反之就没有 没有就跳过去 其实所以这里 就不需要再一个FL 因为它就跳过了 就等于没有输出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直接 就来看一下 直接当然把它输出的话 诶 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大家如果跑太快 有时候这个城市跑太快 你如果希望它跑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 城市的前面有没有 加上一个什么呢 一点 这个一点什么 这个要中断点 中断点意思是说 因为如果你一直行吧 它就跑完了 这问题 我希望看细节 那这边顺便教会一个技巧 你可以让城市停在这里 你去观察里面的变数 怎么中断 取消怎么取消 点它一下就对了 OK 那比如说在A这个地方 这个中断点 它会停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希望让它继续往下跑的话 你可以按F8 你会发现 有没有要放在这里面 它都会跟你讲说 现在A里面有什么 A等于0的 那B呢 B一定也等于0 所以呢 会不会进到这里面 不会 所以就直接跳过了 有没有 它没有跑到里面去 好 那就换下一个 那第二个是流云 第三届冠军 所以A有没有 A3 B的话呢 B的话是9 OK 是不是0 不是 所以就跳到里面 帮你把资料切割 并且放在这里来 OK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去检查里面的资料 的放什么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同学 这搞不清楚 所以这边 多一个中断点 这个诀窍 这个技巧 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看城市的细节的话 好 记得哦 1.先设中断点 2.当城市中断的时候 你要按F8 可是如果你细节看完之后 你要取消它的话 记得哦 1.请你把什么呢 中断点取消 2.再让它全部执行完毕 这样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 这个技巧我觉得还蛮重要 尤其是你城市有Bug 有错误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除错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最后的话 当然也有个 就是制定函数 Function 那Function其实我前面讲过就是 你可以把那个刮弧部分 回圈的部分拿掉 放到这个制定函数里面 然后并且把 这个里面需要改的大概就是 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就是这个 让他去找找看 所以把Sales里面呢 来源都是改资料 输出到哪里呢 关乎制算函数 把它返还 那不过 这边可能要补一个else 如果你没有补else的话 会变这样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你今天呢 需要再把这个地方 插入 油标放这里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叫刮弧制算函数的话 资料给他 按个确定 下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样OK了 可是问题 会多一个零 为什么是零呢 主要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这个制定函数 他没有回传任何 就是你都没有丢任何资料给他 他的预设值就是零 预设值是零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刚刚本来没有if 没有else 你可以在那边补一个else 什么呢 如果补一个else之后 记得 回传一个值给他 回传什么呢 回传瓜无事要函数 如果你没有传任何的东西 它是零 可是你最后可以这样 传一个空字串给他 这样子的话 他就把零 预设值 用空字串盖过去 那盖过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其实什么事都被我们打勾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他的零 就会被空字串给取代 所以如果你制定函数 最大可能要 最重要可能 要注意一下 跟那个sub最大不一样在这里 会多一个else 一定要给他一个空字串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一下 那个光无字串 大概总共我们会 有比较三个重要的地方 VPA部分 一输出公式 二利用sub去输出结果 那我们一样会用instr 然后一样mid 一个逻辑 最后把 刚刚这个部分 把它复制中间的部分 然后贴到这边 就 记得这个else 这个加一个else 其他我想 差异不大 有些大部分前面都有讲过 好 给试试看 好了 那个城市部分 云端上我有放 所以如果想要参考的话 云端白板上也有 那么这边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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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